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金 永远散不尽的迷雾 永远没有终点的航行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多久 与吞噬梦想浓雾相比 人类的一生真的太短暂了 那些宝贵的记忆 在漫长岁月中宛如过眼云烟 直到只剩下支撑某人苟延残喘的执念 而今的被遗忘者 只能比死亡还要痛苦地活着 看着自己一点点磨灭最后的人心 当草帽海贼团来到魔鬼三角海域 孤独数十年的窟窿 见到了久违的光明 她颤抖着声音向众人问号 坚持了自己绅士的一面 像活着时那样 调笑漂亮的女孩子 她真的,真的好寂寞 嫌弃也好,惧怕也好 只要能和别人说说话 她就像终于寻到篝火的旅人 空空如烈的胸膛 仿佛重新恢复了起伏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那个头戴草帽的少年 分明什么也不知道 少年却笑嘻嘻地邀请她入伙 哪怕同伴们都因惊吓心为了沉默 那双单纯而又真挚的毛子 都只是紧盯着白骨空洞的眼眶 一丝也没有动摇 你能成为我的伙伴吗 对于五十年来 一直在大海上漂泊的流浪者来说 这样的请求便是全部的救赎 布鲁克跟陆飞等人来到桑尼号 自来说钻进船舱和面面香血伙伴们 等待山智的料理 看起来没心没肺的她 喜欢说一些略带自嘲冷笑话 很快可同样拖线陆飞打成一片 船长的邀请 刚出国的美食 还有围绕在身边的鲜活的气息 于布鲁克而言 都是如同天堂般的款待 她很快向大家敞开了心扉 说起她和同伴被其他矮贼全灭 然后自己又死而复生的事 并且还把某个男人夺抓影子的事 也一并告诉了他们 因诅咒以非人的形态苟活于世 因诅咒被困于永不见天日的黑暗之中 山智都忍不住吐槽 这样的人生真是悲惨 但骷髅只是不停地大笑着 笑到下巴脱臼 笑到近似分点 可即便如此 我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 一堆白骨还顽强地活着 在不知道时间浓雾笼罩的昏暗海域 同伴都死了 孤身一人守着连舵都腐烂了的大船 不为人遮度过了半个世纪 这些十分年轻的后辈们 不会懂得她全部的悲伤 却还是因她话语间的痛苦 而有些许动容 但那漫长等待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在彻底分调之前 命运让布鲁克迎来了与路飞一伙的邂逅 人是能带来喜悦的 没有粗暴拒绝她的草帽一伙 便是她此刻的喜悦 如果是遥远的过去 她定会喜极而泣吧 可与同伴的尸骨共度无数年之后 布鲁克早已流干了泪水 因为生之莫利亚的强大 她并没有将连的真实身份告诉路飞等人 经历了刚开始的狂喜 恢复理智的她 决然放弃了 这可能是余生仅有一次的机会 她不愿善良的草帽一伙 因自己而陷入危险 也不想再体会门声希望 却又终归绝望的人生 千言万语 无法道经布鲁克的感谢 可一无所有的她 连一范之恩都无以为报 在确认这艘船被莫利亚盯上后 她让草帽一伙毁掉恐怖三围翻船的外墙逃走 而自己则纵身一跃 自海上登岛 前去夺回自己的影子 但后期本就使人的天性 面对未知的旅程 爱好冒险海贼 又怎么会轻易错过呢 陆飞等人终究卷入了岛上战斗 并在午夜之后 被苏醒的莫利亚一个个夺走了影子 正当罗宾与弗兰奇陷入危险之际 布鲁克从天而降 任凭狂风穿透了骨架 盛行一时的海贼之歌 如今却难觅之音 从老吊儿的旧时代活到今天 再次哼唱起熟悉的歌谣 无名之辈 唯有战斗 笔歌三丁 简为斩 跨越黄泉剑技直到收窍之时 才能让对方察觉自己已经败亡的结局 而为了让草帽一伙脱离险境 布鲁克只能将五年前收获的情报 全部告诉了两人 其中包括僵射成鹰 与怕火怕炎的弱点 还有他被夺走影子 后来回到岛上 却被莫利亚用他的影子 制造出了僵尸打败的事 布鲁克的情报 确实帮了大忙 而当谈起曾经的败辈 他颤抖着 钻进了手骨 其话语间满是不甘 其实真要算起来 莫利亚等人 才杀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有所接触的活人 可那时的遭遇 让他连仅有的尊严都失去了 因为是船上唯一的幸存者 所以绝不能死 为了能继续活下去 他才选择退缩 可正像布鲁克说的那样 紧紧活着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卷土重来 他不想再后退了 赌上自己的一切 直到打败那个人 取回自己的影子 又朝一日离开这片噩门之地 更多的话 他没有说 他不想弗兰奇和罗宾 卷进他的麻烦 可弗兰奇 却直白地询问布鲁克 他所谓的约定到底是什么 只剩下阴森的白骨 用浮夸的橘子掩盖本心 分明在寂寞折磨中想着 能死掉就好了 却还是于绝望间艰难的守望 以你这副尊容 又哪有什么未来可言 即便如此 也还要活下去吗 布鲁克的回答很简单 支撑他走到今天的 是同伴间再次重逢的承诺 他没有权利断定 离别的伙伴是否不再等待 也无法因为海贼团的灭亡 就将羁绊抛到脑后 那是头忠诚无比的右锦 是个无保留相信着他们的家伙 不负责人的死去 就能抹去一切吗 别开玩笑了 也许 等着双指甲的拉布 该有多么寂寞 巧合的是 站在他面前的 巧是草帽团中 两位不认识拉布的人 可就算是这样 重情终于的弗兰奇在离开时 也会因历经半个世界男子汉的承诺而流泪 胆子并不大的布鲁克 独自穿过满是僵尸的回廊 克服种种恐惧 一层层向高层闯去 当年他与那只被塞入了他影子的僵尸间战斗 还历历在目 这也成了除却与拉布的约定外 留存在他心里的 为数不多的执念 与之同等节剑技 再加上大剑豪双跃龙马尸体 那个舍弃了本名 以龙马之名自知的家伙 成为了挡在布鲁克面前的高山 五年以来 布鲁克为了复仇金剑自己的实力 但连想法都完全相同的敌人 也不曾有过一刻倦怠 就像刚登岛时便被龙马打飞一样 再次发起挑战布鲁克 依旧处于完全的下分 可即使显眼的爆炸头成了巨大的弱点 他也无法舍弃这唯一 能证明他身份的特征 他已经没有心了 连同熟悉的面孔与尸体一起腐朽殆尽 但就算化作白骨 拉布也该认识这眼熟的爆炸头吧 这份回忆 我一定守护到底 可现实是残酷的 见了追忆与羁绊的剑 却终究敌不过剑豪与鸣刀的组合 布鲁克年轻时 任职于王国护卫队的骑袭部队 现在的鼻戈三丁剑尾斩 曾是被叫做震魂曲 班多洛尔的快斩招式 他不相信见证了自己人生的剑技 会输给冒牌货 是要用这一招与龙马决出最终的胜负 不见华丽的招式 不见猛烈斩击 两刀同样干扁身体措身而过 用肉眼无法看到速度了结了一切 快斩的对决 更快者便可获胜 而结果显而易见 龙马收刀如俏 骷髅引恨败北 漫长的 不走运的人生 如今回想起来只觉寂寞 失去生存的意义独自彷徨 抱着永远没有机会再实现的约定 像个傻瓜一样放弃深的执拗 他的人生还真是可悲啊 但就在这时 弗兰奇带着索龙回到研究所 绿发剑士抽刀挡下龙马进攻 刚经历绝翁的布鲁克顾不上许多 只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索龙的身上 而失去学走索龙 也正想拿下明刀秋水 困扰布鲁克多年死结终于就此破解 两位强大剑士拥有同样强大力量与惊人的破坏力 在他们完全拆掉这栋建筑之前 弗兰奇带布鲁克逃到了外面 这场屋顶之上决斗虽然短暂 但借助布鲁克的影子 那位传奇武士的身体得以越过悠悠岁月 与无数年后的新一代剑士一较高下 也是到此时布鲁克才发现 受限于影子与原转的联系 僵士龙马在与他对决中从未使出全部的力量 不过那些都不重要了 失去了五年影子重新回到脚下 他终于能找回真正的自己 无尽的感激 深入布鲁克并不存在的骨髓 让他一点点活了过来 为了这份恩情 他自此与草帽一伙 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 之后便是特制僵尸奥兹的登场 除了追赶莫利亚的路飞 和刚刚脱困的纳美之外 伙伴们合力攻向那头巨大的怪物 而在另一边 布鲁克前往厨房 找到大量的盐 在千军一发之际 自奥兹拳下救下了乌索普 体贴的索隆让布鲁克不要勉强 但他还是请求打架 让他为恩人们充分一次 因为在布鲁克看来 再没有比无法帮的遗憾更痛苦的事了 被乌索普弹射而出 穿过那枚临时制造雷云 尚未完全恢复了体力的布鲁克 以自身化为利刃 又难以复制的突刺 刺穿了奥兹的右臂 可面对敌人接下来的攻击 他已经避无可避 只能正面扛下奥兹的橡胶战斧 而后坠入废墟之中 这也是草帽一伙 第一个以团战应对的boss 姗姗来扯陆飞借助影子力量扭转战局 在伙伴们的帮助下 将奥兹击败 多年以来习惯依赖僵射莫利亚 早已失去了熟练掌控1000个影子的能力 最终没撑过陆飞结合 二档与三档的头锤 仿佛永远不为散却迷雾 在无数人的欢呼声中暂时散去了 漂泊已久布鲁克抬头望去 不知不觉已是黎明时分 他刚才是在为谁担心吗 经过这一战 他似乎找回了某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但幸福是短暂的 他们的危机并未就此解除 无法战胜暴卷熊随之出现 在短暂战斗中轻松制服了大家 虚弱的布鲁克也被压在了废墟之下 目睹了之后索隆与山智 自原为陆飞抵命的场景 也见证见识 替船长扛下所有伤痛的牺牲 但骷髅除了静默旁观 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事 原因有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 便是他还不具备为草猫一伙现身的资格 陆飞等人一路走来 在政府眼中是怎样的分量 这种事布鲁克无处可知 但毫无疑问 像他这样 还没有到达伟大航路的终点 便死去多年旧时代海贼 根本没有拿自己换取同伴性命的筹码 人被杀就会死 布鲁克却偏偏就是个失去身体 也能以灵魂状态继续存活的一类 有时今日在场人都无法幸免 他的选择很有可能就像当年经历过的悲剧一样 在所有人都死去之后 背负起大家为走完的路 继续苟活下去 也许当时的他已经做好了折服无数年 为草帽一伙向暴君雄复仇的准备吧 这是何等残酷的觉悟 可这也是不死之人背负的诅咒 幸好这一次 他的希望没有再次落空 那位强敌按照约定离开了 年千剑士勉强扛过了化为时之的痛苦 布鲁克则考虑到路飞等的心情 替索隆与山智瞒下了这件事 曾代表恐怖的岛屿 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 所有人齐聚破败的古堡 庆祝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都快忘了宴会是什么感觉 布鲁克高兴得胡言乱语 在等吃饱喝足之后 他坐到钢琴前 为大家弹起了伴奏 音乐家本就是用音乐将美 带给他人的人 当经历了太过漫长等待 再次与世界相连 布鲁克的止骨 在黑白的琴剑间流淌 心中一片安宁 虽然说让山智点一首曲子 但他终又弹起了 宾克斯的美酒 海贼们永远在路上 永远欢笑 永远兴高采烈 不管是悲伤的时候 还是开心的时候 闯荡了一些年头的海贼们 都会时常唱起乐观的海贼之歌 奔走在自由的航路上 来自许多年前的歌谣 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也让布鲁克 迎来了崭新的开始 他因与拉布的约定 挽挥路飞的邀请 但那位纯智的少年 却将发生在双子甲的事 统统告诉了他 因为不相信库洛卡斯口中 伦巴还得团进灭亡的消息 那头傻傻的岛金 还在苦苦等待着热闹的乐队 回到他的身边 布鲁克只觉得心都漏了一排 弹奏间的速度 不绝间慢了下来 他迄今为止的坚持 都是有意义的 他真的被需要着 那份被时间与空间阻断的思念 从来都不曾断绝啊 本该早已干涸的泪水 自他眼眶涌出 带他回到 那个放声高歌的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